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谈谷论今节目 我是林丽 本节目由大宗商品专业品牌迎天下独家冠名 那今天的盘面呢 上午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局面 那第一点是触及到了十日均线 那触底之后呢 出现了个足迹反弹的一个势头 在午后这样的反弹局面继续的维持 在量能方面呢 是跟昨天的量能是基本的持平 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呢 意味着未来的反弹还将继续 那么反弹的这个领军板块 会不会由小盘股切换到了主板的板块呢 接下来我们来听现场两问嘉宾的观点 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刘军 刘军 你好林丽 那么今天的走势呢 确实让很多的人干嘛 大跌眼镜 为什么 昨天尾盘跳水 它挺吓人吧 今天上午还吓人 今天上午早晨稍稍稍拉高一点 马上就跳水 特别是以中小创为首的中小市这品种 那是跌速非常的快 那么大家看就完了 这事看来是真要调整了 而且能调整的还挺猛 是吧 来的还挺猛 正当您怎么样 比较有点犹豫 有点恐慌 有点害怕 你看盘中下跳水的时候 怎么样 量出来了 这么什么 恐慌盘杀出来了 这时候大盘确实应声而起 走出了一个深微 不但走深微 你看这上正宗旨 之前没跳水之前 它这高还没过去 是吧 昨天高点比前面的高点还差一点 今天直接我就拉过去了 对吧 把前高给我给压过去了 这中小创本来已经跌穿了五日线 跌穿十日线了 今天好 二十天线全部止跌 到二十天线停 一下拉回来 重新站上五日线和十日线 这是一个从指数上看 好像是转为为安了 是吧 量我们也出来了 但是今天最让我们关注的 其实不是这一点 你说什么事 比深微还大 还有 什么事 你看今天跳水这么跳吗 盘中它有几个板块 它可一直是红盘 包括什么航空运输 包括煤炭 特别是煤炭 跟风鲤一样 咚咚咚就像是拉 这来是谁煤炭 它可不是今天第一天 之前已经有个不俗的表现了 之前可能大家 这煤炭炭超低反弹起来了 起来以后可能差不多了 该调一调了 毕竟是大盘谷 以前说过这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涨一回不容易 千年等一回 那么怎么样 该调了 你看这大盘谷 深情如艳 你看见到吗 是调了吗 调了就是横了几天 然后又一根拉起来了 正是在这些权重板块的带领下 大盘创出了新高 也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 中小创也反弹了 但是这和以往的蓝筹代中小创 它可不一样 以往什么 你跳水也好 见底也好 大盘谷拉起来了 但是一旦航行齐稳 你看这两条线 分手两条线 马上小盘谷就超过大盘谷 你一掌 小盘谷马上 我就跑你前面去 你别看掌 是由你拉起来的 但是一掌 你肯定 我跑你前面去 但是这次可不一样了 蓝筹始终是零跑 你别看它什么 身宽体胖 你跟我事了 但是跑挺快 小盘谷没追上 一直没追上 那么这不由得让大家想一想 有一个词终于来了 你说叫二八转换也好吧 叫风格转换也好吧 叫热点转换也好 反正是转换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转换了 因为今天走成什么样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我们更关心的是明天和后天 对不对 再明天再后天 关注以后的走势 是不是今天这种走势 意味着这种转换已经完成了 如果是这样的 我们也赶紧换是不是 如果不是 我们就没必要再换 还得买一些中小创 如果是 你要手中都是要中小创 你可以有什么 有满仓踏空的风险 是不是 你还记得 对吧 在14年第四季度 是不是 大盘2000多点起来以后 拉着全商银行 大伙满仓踏空 那时候 是不是满仓踏空 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 今天这个主力并非一般的主力 能够启动那么些个板块 那么些大盘国 蓝筹虽然它不能叫一线 所以说你确切地说 二八转换 这词有点不太准确 因为我们常说那二那一部分 基本上是什么 银行 全商保险 两孔油 这部分 就是上证五零那一部分 但是煤炭和有色 像加电 像航空这一类 现在基本上归于二线蓝筹 归于二线蓝筹 它算一个二的边缘 20%的边缘 如果算三七 能把它包含进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全商拉起来了 那么这个风格转换 到底完成没有完成 我们今天将和两位嘉宾 展开一个深入的讨论 另外 有一个问题 今天这根阳线打出了新的高点 已经逼近了3050的 我们之前一直看压力3050 已经非常逼近了 那么由此 我们对于后期行情 现在你至少有理由 有理由看好 现在很多人都看好了 既然那么看好这行情 既然那么看好的后市 为什么与行情相关度最高的券商 它却表现平平 不能说没有表现 相对的 大盘来讲表现是平平的 也有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主打的几个板块 除了煤炭有色 是个强周期板块以外 另外的什么家电也好 其他的医药 酿酒等等这些板块 其实都是安全边境相当高的 偏于防守的类的板块 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种板块的切换 它和以前的二八转换和风格转换 它还有一点不同 这个不同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转换和以前的那种转风格 它也不一样 既然不一样了 我们的操作策略 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好了 那么在今天讨论今天问题之前 我们先给您留个作业 什么作业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微信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当下市场您更愿意投资哪个板块 三个选 三个选择提 一个 主板 第二 创业板 第三 中小板 欢迎您 踊跃的来投票 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的 未来的明星到底是谁 好了 再说完今天这个盘面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编辑 给我们汇总的消息面的变化 到底有什么 金玉市场连昧上涨 护质早盘冲高回落 临近五盘开始奇稳反弹 午后强势拉升 尾盘加速上涨 报收3049.38点 大涨1.82% 创业板值表现较弱 早盘跳水下挫 临近五盘开始止跌 午后强势拉升并翻红 报收2247.35点 上涨1.3% 资金方面 7月以来 央行每天在公开市场 实现资金净回笼 业令分析称 近期物价涨幅回落 加上外围宽松预期浓厚 且央行连续的资金回笼 使得货币政策宽松 面临的约束有所降低 加大了后市降准的可能性 市场方面 近日证监会宣布 对新态电器欺诈发行 启动强制退市程序 退市后 将不得重新上市 新态电器成了创业板退市第一股 今日新态电器复牌 并一字跌停 市场预计在最后的 30个交易日里 将仍有很多跌停板 等待着该股 政策方面 唐山市政府印发 唐山市7月份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强化措施 决定从7月12日到31日 对全市采矿企业 建筑工地 炸钢厂 钢铁厂 和焦化厂等企业 实施限产 减排或停产措施 数期提振 今日钢铁煤炭等期货品种集体暴涨 股市中 煤炭钢铁板块领长 好了 你看吧 刚才说了 煤炭钢铁领长 这可能跟以前的大不一样的 以前都是什么科技 什么高新 什么无人这个 无人那个 智能这个 智能这个 它现在不太一样 又回到传统的行业了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 你还得先看看今天我们到底请哪两位牛伞到我们现场了 一位是展员 一位是慕维华 二位晚上好 今天就给两位处理到难题 市场正好在节点上出现了风格一点变化 那么出现变化之后 我们想知道这个变化能不能就持续下去了 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后边该布局哪些个品种 所以说非常重要 大家也很认真听 也希望您能那个建议给我们就是畅所欲言 知无不严 言无不尽 首先展员你先看看 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这个风格已经在发生转变 而且就是说今天仅仅是这个风格的转变 变得让我们更加的清晰 其实这个风格的转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其实从今年的2016年的行情中间 我们看我们信看小盘 就是说大家最习惯的小盘 其实今年小盘谷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痴情谷 第二个就是锂点磁 其他的我觉得包括什么量质通信等等 没有什么3D玻璃 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觉得好像很难去找到大的东西 对吧 那么主要集中在就是这个氏心股和锂点磁 那么锂点磁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股票 就像我今天可能会讲到的 已经是高位均钱联合了 已经走软了一段时间了 对啊 而且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 但是反过来我们看 从今天的商增指数来看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以前今天拉的这个阳线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持久 对 就是说会不会出现 冲一冲去回来的这个问题 对 那么我倒是感觉呢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阳线 和我们在这个低位过程 其实商增指数出现过多次阳线 和我们前面的阳线有本质的差异 以前都是冲完就回来 所以害怕 关键问题是以前是什么让它冲的 这一次是什么让它冲的 他们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今天的全中国基本没动 对 像银行 最重的那部分没动 对啊 而前几次的阳线 都跟银行股共不可目 有的时候 有上一次的阳线 都是银行股拉的尾盘 保住了让它一些 关键底位的战力 对啊 但是今天不一样 银行股几乎没动 但是真正拉动它启动的 是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二线篮球 那么这些二线篮球 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为了指数好像怎么样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后面有很多的 利好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当然我们可能更深入的去讲 那么我想今天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什么更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记住今天是2016年的7月份 但是今天的这个行情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2013年的年初和2012年的年底的交界点 那个阶段曾经也有个 像现在的状况 这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 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 是看不起煤炭股 看不起港铁股 看不起航空股 这类首尾的二的股票 因为它们太二了 而且体量又大 没错 就是说大家都看不起 其实我们老百姓 我今天曾经 在我的那个工程库里面 做个调查 就说还有多少手上有 其实有人说我有 但是都是掏进去的 也就是甚至都掏在一个很高的高位 那么上方其实没有多少策码了 就现在在这个位置 应该没有什么 对啊 问题是什么 大家都不看好它 都认为这些板块没有机会 我们的机会都在创业板 在那些体裁股里面 这就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2012年底 我们最不看好的是什么 我们最不看好的是创业板 是文化股 对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创业板谁敢去碰创业板 那是越涨越不看好 越涨越不看好 当时是一直往下跌 然后跌到大家 觉得这个地方 毫无止境了 对吧 然后到了2013年年初的时候 创业板开始起来的时候 依然不看好 对 但是行情起来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真正伊朗行情如果真要启动的话 它不会在你的预想之中 真正大家 你包括现在煤炭 大家觉得涨得没有理由 但是当继续在往后涨的时候 可能它的理由就出来了 包括我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三周之前我说 我从你看好 有色黄金 那当时英国公投的事情还没出来 现在黄金股长成什么样子 大家可能给它更好的理由 那么我想说 就是说一个 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 进一步就告诉我们 整个的风格正在发生 大象的转换 另外一个 我是觉得这种转换 它是符合市场基础的 并不是主力一定要去炒作 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样的一个转换 它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指数其实是没有太大空间的 这个可能 大家可能不一定认可的 虽然说今天这个指数 表现还不错 也是放量上涨 但是我觉得向上进攻的主力 依然重重 因为什么大象没动 其实大象它没有动 大的印象外层层的地方 而且从目前的这样一个 资金棍波来说 我觉得推动这一块 可能还很难 另外一个 从内心来讲 我也不希望它动 因为什么 如果说大象动起来 指数快速上涨 必然引来场外配置 现在其实今天已经有场 十倍感慨 都有人敢放了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 带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觉得现在指数 压着指数 去长这样一些东西 它是有基础的 另外一块 我们看到管理层 最近在打击那些 非法的一些东西 对吧 包括像今天心态电器 其实心态电器 这件事情 我是举丧受欢迎的 因为什么 它给了那些造假的公司 一个严重的警告 那么我们这个市场 将会变得更加的干净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知识创业办里面 我想造假的 可能不仅仅是心态电器一家 最起码 我们不敢说其他的 最起码 不是只有这一个 对吧 那么地累就会很多 而且这些股票都涨得很高了 涨了几年了 2013年涨到现在 对吧 虽然中间有个调整 都涨得很高了 那么相对来说 这样也是 包括近期涨的白酒 我们看到今天的航空 一些家电 我们看到今天有些家电 我直接拉涨停 对吧 像钢铁煤炭 钢铁煤炭一旦去产能以后 很多的意见都在进行恢复 很多的都涉及到一些改革 它可能 我们对钢铁这一块 包括煤炭这块 我们可能理解为 一旦钢铁价格涨了 对吧 钢铁价格涨了 那么国家就可能 没必要去产能了 但是现在首先我们要理解 驱产能是个定性的任务 更重要的在驱产能的过程 这些钢铁企业 它可能不仅仅是钢铁 我们想想它能够递是多少钱 人员安置了以后 这部分包袱去掉以后 它就会轻装上升 它可能会发生新的转型 也许这些驱产能以后 它就不再是钢铁企业了 面临的一个行业重新故事 对啊对啊 所以说这个中间 它的空间就重新展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资金进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个整个的资金 它在寻找一种安全边际 不再去触及那些 可能面临着一些建管的东西 那么去寻找一些 我说得出来 我找得到理由 同时我又相对比较安全 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有容量 你想创业办里面 有的几千万人 往往都是小散步在玩玩了 那么我一些大的资金 其实我们外面有的是资金 大家不敢进来 找不到安全边际 但是我现在如果说 我们大家有一个大的体量 我们能够抱团进去 能够在这个里面 再容纳进去 同时大家共同的 把一个板块做好 其实我觉得 其实它的空间也很大 我们在历次的弱势行情中 都碰到过 都有这种大力量 包括毛泰 其实是弱势中间 最好的避风口 包括医药股 最近其实中成药 医药 黄金 这些都不错 对 都非常的不错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一方面 主流资金来说 它并没有说指数要拉得很高 它也不希望 去把指数拉得很高 它也不愿意去触及 那些直接拉成指数的东西 但是往往这些 我们看不起的一些 面临着改革 面临着一些好的预期 包括有一些涨价效应的 等等的 这些板块 可能会发生性的转换 那么 而且从排名上来说 大量的资金已经进来了 那么反之 我们去看创业板 刘老师 你计划的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您真是说 虽然说今天创业板指数 拉了一个下影线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近期创业板指数 是绿匪红色 它跟我们的主板指数 正好相反 对吧 而且是在面临着压力位置 所以说我是觉得 从创业板的角度来说 虽然说指数 还压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但是中间有很多股票 其实已经是高高在上了 那么我倒是觉得 在这个中间 如果在集合性贷电器 再加上创业板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没有ST 对吧 没有整理期 直接退 而且这些小起义里面 其实在整个的改革的过程中间 是不是还能顺应改革的大势 这个中间 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值得怀疑的东西 那么这样 在这种不确定的中间 我想可能基金 会有一些转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 我们要加以警戒 不要再过分地沉迷于其中 转源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风格转换 其实正在转换之中 可能还没完 今天比较鲜明 后期的这种市场主流 很可能从以往的那些中小创 里抽出一部分来 抽出来了 而转为这些业绩更加确定的 二千元仇物 对 安全变质 对 老牧 你觉得呢 是的 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 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了 我们先看一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7月4号有一根中阳线 对吧 刘俊 7月4号有一根中阳线 这根中阳线其实突破了下方 一个比较复杂的底部 这个底部里面 我们看有左底和右底 右底比左底稍微高一点点 而且这个右底是碰到一个 很复杂的事件 英国脱欧的事情 就这 就这 它都扛住的 扛住完以后 7月4号这个中阳线起来 我觉得它是摆脱了一个底部 出去以后连续几天的那个 小阳小阴震荡是中下高位 那么今天再一根阳线出来 及时对这个突破的再一次确认 所以我觉得上证指数来看 这个底部成立 突破也成立 这个底部对应之前的头部 也是匹配的 虽然以前的头部比较复杂 它是匹配的 那么所以呢 中线是看好的 我对这个未来的行情 中线是看好的 那么第二点的三千点 这个整千点的关口 我觉得也已经整固的差不多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来回 正方整固 没错 上一点 下一点 对 因为三千点这个关口太重要 不单单是整千点 还有第二个是一个底部起来 摆脱底部突破的一个整固的缺口 点位 还是呢 还有呢是前期压力位 虽然我觉得短线呢 可能还会过得 还会可能去回碰一下三千点什么 但都是为了整固 都是为了那个 让以后的行情走得更远 那么为什么我说现在是 一个月之前就开始转换了 我们看一下那个军工的 军工板块的指数 那么刚才我们看那个 上证板块指数的时候 我们说过 它有左底和右底 右底稍微高一点点 对吧 那么我们这波行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波行情 上证指数从底部走出来 军工其实是领涨的 没错 它是涨在之前的 所以我们看军工板块的指数 就明白了 它同样的是左底和右底 但是它的右底 比上证指数强得多 它就是一个领先的品种 所以这波行情的带动 就是军工板块带动起来的 而作为一个领长的板块 那么这个领长的板块 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特征 就是最低位 最低位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起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的作用 包括你想今天的航空服务 航空运输 煤炭 钢铁 其实跟它一模一样 都是同样的特征起来的 通行的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说 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 就已经开始 只不过那时候比较有逼 刚开始 对 那个时候 创业板感觉还不明显 对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星台电器的这种政策规定 一个导火索 不排除是一种暗示 就希望自己往主板走 也不排除 也就是说 两位同时就是觉得 这个风格至少不像以前那个风 偏向中小创那么吹了 我们这边也得凉快凉快 对不对 而且这种风好像是转的 还是慢慢一直在转 而不是我们来点分就算了 不是 你看跟那个电扇摆头一样 好像一直在向我们这个权重 蓝筹 业绩稳定的板块来转向 它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未来的关注板块 好像是 也是不是也要相应调整一下了 以前我们一直是强调什么 科技 创新 对吧 围绕这四个字 两个词来展开 那么如果二位认为 它风格转换了一部分了 那么我们觉得 是不是二位给我们提示一下 下一步我们是应该 还是追现在的煤炭有色 还是其他的有一些更确定的二线蓝筹 展员你先来给我们提示一下 其实我跟孟维华观念 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说最精准 其实首先我们还是要 从技术形态上去那个 你看我带了个PPT 现在能讲吗 还是待会再说 都可以 你说吧 那我先讲一个技术形态吧 我今天呢 其实我在上一次节目里面 讲到就是黄金的时候 那其实呢我就讲到 就是很多的黄金股 其实就走着这样一个走势 我带的这个特征叫 均线链合的技术特征 那么均线链合呢 是指短中周期的 重要均线搅合在一起 我呢因为均线太多了 那我主要就用常用均线 就是我一半是把 10 30 60 这个三条均线搅合在一起 就说是链合在一起了 对吧 那么成为一种链合 如果说这个中间 再加一个半年线 120均线 那么这位更好 那么这个中间要注意的是 链合的位置 链合的位置呢 有三个位置 就是低位 市高位和高位 这个三个位置代表的意义 在我们的操作过程中 非常重要 这三个位置呢 分别代表着股票的三个阶段 一个呢 低位联合呢 为打压吸筹 那么市高位联合呢 为洗盘整理 那么高位联合呢 往往是主力出货 其实我们注意看 最近的离电子板块 有些股票已经在高位 出现均线链合了 往往呢 就是 我不是说它一定就现在出货了 最后最终要以 就是头部完成 但是最起码的 它有高位出货 是像 就是高位联合 再翻一页 我们先看下一页 那么当今阶段呢 主要是在经历了 5178地下2638的 这个大幅度调整过后 经过半年的这个低位整理呢 我们很多的股票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黄金啊 有色啊 煤炭啊 钢铁啊 包括航空啊 包括港口啊 家电啊 这里都已经处于 军性的低位联合状态 那么对于军性联合状态 只要它只是一个主体的过程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 不能说军性联合了 我们就要去买 那么当量能攀升 要注意就是说 近期一定要有明显的放量 包括我们看最典型的 就是前期的黄金股 其实它就是联合一个明显 我待会儿还有图片给大家看 那么股价呢 突破了重要的主体位 代表着股票呢 已经开始启动 这个时候呢 往往可以逢低关注 那么讲到这个话题呢 我们近期呢就可以注意了 你看最近煤炭钢铁 其实它已经在开始启动 那么什么时候买 有待它突破以后 如果有回敲的话 我可以逢低接入 所以说回到我们前面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可能常为不中 或者我还没有来得及期换 你也不必着急 后面有的是机会 你就要掌握方法 我们看下面两个PPT 还有两张图片 那么我举了一个案例 第一个 我们看这样的一支股票 你看它首先是一个大幅下跌 就是要确认 它是在低位联合 对吧 然后呢 经过了大幅度震荡以后 开始在低位多条均线 其实这支股票呢 一直到120均线 都已经开始在低位进行联合了 另外 完成以后 我们再看下一张 它就会出现一式明显的放量 下一张 对 我们看 就是我前面箭头指的地方 就是说一旦粘合以后 对 在这地方出现明显的放量 放量以后开始上购 那么第一段上购 以后它有一次洗盘 这就是我们早前 给大家讲到多的 牛回头 那么这个中间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逢低介入 往往会落 抓到一波 很好的行景 刚才木华讲到购把月 其实这些股票我告诉你 在今年三半年之前 乃至去年下半年 其实很多资金就已经躲进去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发掘 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发掘这些东西 就通过我今天介绍的方法 低位进行联合 油放量 你觉得盯上去 然后折机去寻找它 往往你会吃到一大波的涨度 那么结合这样一个呢 我觉得技术图形问题解决了 我们不能说仅仅讲概念 游戏股票 技术现在已经煮得很坏了 它可能也是属于某些板块 但是你已经不能买了 我们打个最简的比方 像茅台 300多块你还敢买吗 没错 对不对 虽然它技术现在还行 但它已经不是低位 你可以出油 最起码你说 你现在买的都是人家的盈利盘 最起码我不敢买 我也是实际就是说 但是酒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低位联合的股票 你可以去找一些 那些还没有垃圾的 低位的还有一大批呢 我今天数了一下 不少酒的股票 真的很好很好 联合有个刚刚开始放量 那么从这个假装来说 我倒是比较看好 首先我竟然看好黄金 因为黄金的拉动 不是靠我们国内的需求拉动的 它是全球当天的金融环境 我们大家都知道 2008年以后 次第危机以后 所有的国家 都印发了大量的货币 现在这些货币 到了通胀的阶段了 那么这些货币 说老实话 你现在包括我们 现在美金涨得好 美元也就买了一张美金纸 当大家你把资产 全部买到美金的时候 人家一印钞票 紫笔那钱 把你财产就死掉了 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 全球货币的避险 黄金是最好的一块 而且国际黄金 已经手上上升中道 我们的股票现在 很多刚刚起来 所以说也是符合我现在 讲的均线联合的 所以说我觉得 是首先要关注的 第二个呢 钢体煤炭虽然表现不错 但是呢 你要有长线战略 它们是好在哪里便宜 位置也低 也是均线联合 但是呢 首先它依然不可回避的是 资金规模依然比较大 另外一个呢 我们等待的 并不是仅仅是供给的改革 也就是说我把产能去掉了 就一定是好事情 它依然面临着价格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的就是说 行业的蜕变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员工 那么你可能加入到 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我更看好的 是它们的重新整合重组 我们埃古斯商 有一支仿制股 后来长得可牛了 因为什么 它改掉了 它不再做这个行业了 而变成其他的开发区了 所以说它的股价 就长得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板块 特别是钢铁板块里面 因为首先它有大量的土地 我们的钢铁厂 原来都吃了很多政府的地 对吧 那么这里面也是存在很多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我早前讲到的 像这个磁芯材料 那么它依然还是属于 新技术中间 近期其实它们的走势不坏 长过了以后有一段调整 正是回调买进的机会 磁芯材料 钢铁像这个酒 对 酒也很好 酒也很好 这些板块 都是刚才我们讲的 相对确定更高 还有中程药 中程药 对 中程药 也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技术 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特色 它也是就是说比较安全 有安全边际 对 这个老牧呢 因为你也是觉得风调转换了 是不是你的板块跟它也一样 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呢 刚才讲的军工 军工是这波行情领先的 那么这个板块可以继续关注的 但今天呢 我没准备这个 那我顺口带一下 这两天市场其实有不少不确定因素的 这个两天 包括昨天 其实那个创业板也是跌的 今天盘中也跳水 对吧 整个市场是不确定的 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觉得表现强势的东西 就短线是值得贯注的 那么今天表现强势的是两个 一个是煤炭 一个是航空服务 对 航空服务是刚涨的 前段时间没涨过 没看吧 就涨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昨天表现强势的是有色 有色 对 那么这三个板块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关注的 原因就很简单 就是在市场异动的情况下 大家都吃不准的情况下 它反而是表现强劲 那么另外一个基因概念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关注 基因概念 基因上次我也说过 那么这个板块呢 它本来涨幅也不大 你说它主板吧 它也大一点主板 你说它创业板吗 它也可以搭一点那些概念 还有点概念 都有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选这样的股票呢 我也有个具体的例子 跟大家说一下 你说 也是在市场动荡的前提下 我们看看这个个股 看看这个我们看看 右边那个长的方框里面 这一天6月24号里面 是一根小的小阴线 里面是个小阴线 下跌幅度很小 量也很小 对 6月24号这一天是英国脱欧 脱欧 它这个K线好像是跟脱欧那天 没关系 不太一样 英国脱欧 我们上证指数盘中最大下筹 达幅度达3% 对 跌3% 很多个股是跌6% 5% 它的跌幅2.5% 然后就起来了 第二它没量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它所处的位置 第一个它是一个长期的箱体的顶边线 对吧 是一个压力位 箱体压力位 第二个这个箱体的上方都是带量的 对吧 箱体你看下面都是成交量堆着的 所以它还是一个筹码的密集区域 对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它之前6月24号之前 是那个很连续很快速的涨起来的 涨幅大概18% 嗯 17 18左右 也就是说它快速涨起来以后 也是积累了一定获利盘的 对吧 有很多获利盘 没错 第四上面有个年线直接压下来 嗯 这有个年线 所以它处于那个四个很强劲的压力位的附近 没错 但碰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市场盘面 出现这么大的震动 它居然没事 量也没有 对 跌止跌一点点 这么大的压力 它只是就停了一下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它筹码是区域集中 嗯 所以说明那个之前的这一波上涨 不是虚的 是真的进攻 所以也就因为又这样 它后面还是会逐步逐步 拉出来 而且表明这一价位呢 可能和主力的成本呢 应该讲还没脱离的 很干净 对对对 如果它已经脱离成本 20% 30%了 那干脆我顺势洗盘就算了 对对对对 对吧 现在它顺势不了 一顺势把自己套上 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在市场动荡不安的时候 大家都吃不准都恐慌的时候 它依然能表现强劲的话 你看它后面走势就走得相当厉害了 那么反过来 所以我就选择几个板块 这两天我们市场 一样是动荡不安的 这些板块能够走得强 我觉得可以是耍先关注的 但是要设一个警惕位 这种情况有时候会有的 虽然我觉得现在 发生的概率比较小 但我们是有个警惕的 今天强势的板块 或者昨天强势的板块 明天顺势直接高开 天亮的阴线给你 要走人的 对吧 就是说自己要给个警惕位 基本上我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 比较小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几个板块 怎么参与呢 参与的我 我觉得根本不用急 千万不要去追涨 一看涨了 我觉得很多散户 没错 一看到涨就急 你急什么呢 所以我给了这四个风格不同的 煤炭有色 它不可能同时涨的 航空服务 它不可能同步一块长 不可能的 你不要急 这些品种你看着 强势的东西 哪天它不长了 就跟这个东西一样 它没长 横两天 你去搞一点 或者跌了 你搞一点 长了 你扔掉 那个品种跌了 再去搞一点 跟它节奏错开来 于是我呢 把自己的这个 叫板块池子吧 对吧 把几个板块当中 挑几只个人 强势的 越强越好 我弄个池子 对对对 反正谁涨 我先让他歇会 涨了 你歇着 我上班 我干活 是吧 你一上班 我差不多 我再撤 对对对 把这节奏控制得好一点 节奏控制 二位虽然说 这个板块 跟大家介绍可能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是吧 一个是白酒 黄金 这些更更 防守更强一点的 老木呢 好像更便宜进攻一点的 但是呢 从操作的思路上来讲呢 其实都是很简单 我觉得呢 为什么说很简单呢 大道至简 您看二位坐着 我们仨 我们仨家一块 一百多岁了 不是一百多岁了 一百五十多岁了 差不多吧 都是这个市场当中的 怎么说呢 老战士了吧 老兵了 所以说呢 你看那老兵 你看刚才那个老木一讲话 你看我们俩一讲话 还好像性子还比较急 你看老木那万条丝脸的样 只会千军万把的样子 对吧 就是说那种 你看见它涨了吗 别急 你说我手里没票 它涨了我能不急吗 你急也没用 对吧 等机会 所以说买股票呢 并不是说这股票一涨 涨的股票一定我就能买 错 你得一定要买在买点上 这辆火车从上海开往广州 您从什么市场上 它能到广州 但是并不是从什么地您都能上 对不对 它也到站您上去 到杭州了您上去那行 对不对 您说没到站的时候 蹭高铁您上去 没戏 知道吧 所以说你要不要上 那风险就来了 因此短期虽然说二位看好 都是这种偏于二线蓝头一般大一点的品种 正是因为大的品种 它直接您像刚刚老木讲 你这一堆一块打 那么多道概率 对不对 咱就说拿一个来说 我就不信你 你像当初那个潮力电池是天长 这个概率也不大 对吧 所以说别着急 要歇一些好东西打折买 二位基本上 你看市场老兵的都是这样 而且你发现了吗 二位的目光都不是非常短 我看的并不是明天 也看的并不是下一周 它有可能看几个月甚至下半年的行情 甚至说可能时间更长 我们现在重点还是看下半年 对吧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您一定有一点战略的思维 既然行情走好 我们珍惜 并不是珍惜一天 对不对 并不是珍惜一个星期 不是这意思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 再一个 像煤炭也好 黄金也好 还是氧氧酒也好 这些都大半 家电也好 大半块 真正的进来的 不可能是什么游资小 不大可能是小 不可能 对 他们进来了 没有个空间 对不起 它出不来 你看这是万科之针 其实它手下还是有其他股票的 为什么它一定要在万科上面做文章 有体量 就像你一样 对吧 囤得住 这是肯定要的 对 所以说 你看这个东西在去年行情很糟糕的时候 它就始终在表现 而且这一次 前一段有一次楼阳钢涨一倍 但钢铁骨没动 对吧 但这一次今天什么 绝带双焦 今天知道什么绝带双焦 焦煤焦碳 对 连煤上涨 带动的所有大宗商品都在涨 但是今天煤炭它可呼应了 跟之前不太一样 所以说之前那波行情 你看大宗商品涨 钢铁没动 航金就是没起来 其实还是有技术 你看最近国际油价涨多少 从二十几美金涨到了现在五十美金了 所以说我并不是说我们觉得现在没问题 我们黄金十年用来了 不是这意思 知道吧 但至少呢 你之前跌多了 你这估值重估的一下 这一下应该还是相对的比较确定的 你可以从便宜到不贵 对吧 可以有这一关 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像钢铁煤炭这些股票啊 因为在青春市场五十七八地下来跌得蛮多的了 这些股票都有一个希望去回归四千二以上那个价位 回归到之前呢 市场呢 大资金认为它相对公远的价位 对相对公远的 大概在四千二三方年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像今天这个风格转换了嘛 我觉得他也不会是完全的把这个钟晓创一棍子打死 也不可能 那当然了 钟晓创可能是因为心态的这个事可能会分化 对吧 你真正不行 他像您说的可能还会有潜在的这种造假 还是有潜在的地雷 那么这种可能是资金要远离的 所以说钟晓创的品种呢 并不是没有机会 但绝对不会 都是机会 同样六零零零零几的这些主板的票也不都是机会 因此在这时候您看好图形 看好它的基本面 这种功课还是要做的 而且要深入的做才能抓住局部的牛市 它这个牛市是指数上去了 但不是所有的股全都长得那么好 最重要的 七天龙看坦库蓝坚是不是 对 您实在不会找没关系 对 让这些老战士们老兵们找完了告诉您 我负责替您问就可以了 对 好了 咱今天问完今天场那两位老兵了 咱再听听场外两位战士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今天的大涨的 大凡周线这比一的反弹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 接下来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可以逢高逐步减少仓位 耐心等待下一次满仓入场的机会 回避在本次反弹中超过20%以上的个股 分滴可以关注超低的水泥基建医药板块 分滴分批买落波段持有 从大周期来看的话市场总体还是处于周线级别的一个反弹周期内 那到今天为止反弹的第一目标位也没有完成 那更认为后市仍然是一个震荡向上为主的一个行情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市场整体是看反弹的 但存在一定的一个风化 从量能来看的话创业板近期虽然是跟随指数一起重心上瘾 但成交量却不断的一个萎缩 所以说对于各股要做一定的一个区分 那同时随着心态电器退市事件的一个出现 对市场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是有所打压的 那对于业绩比较差 纯潮体材概念和之前有过违规的公司 需要做一定的一个防范 那后市可重点关注有业绩支撑 并且估值不贵的一些20元蓝筹股 欢迎回来 那在听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接下来马上进入谈股论金的另一个小板块 股市聊聊吧 好 欢迎回来股市聊聊吧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最近呢很多票呢出现上涨 特别之前中小创很多票涨了 涨得非常多 那如果涨了涨了 涨了不少了 这时候如果再来一个大阳线 嗯 你该怎么办 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 在上涨之后 在高价圈出现这种光头光脚 长阳线 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我们来看涨板啊 高价圈出现光头光脚的长阳线 是多头最后的冲刺 它的上升动能呢 已经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股价即将转为跌势 而不应该在这根大阳线出来之后 您再把把您的眼球吸引进来了 这时候干嘛 您再追进去 千万不要这样 记住了 股票炒股票 万般拉抬 它为什么 为了最后一个字 为了出啊 所以呢 在最后冲刺 涨了涨了涨了 汤汤冲刺 拉出这种大阳线 甚至说光头光脚 甚至说涨停板 这时候您可千万别冲进去 那这种阳线呢 它有这么几个特征 股价已经经过了大幅的上涨 而且股价均线间呢 具有一个比较大的怪力程度了 另外呢 在该阳线之后 股价出现了滞涨 为什么滞涨非常重要呢 你既然那么强 拉出一个大阳线来 然后之后呢 你就强一天 之后怎么样 不涨了 虽然涨 但是很慢了 这种情况要特别的留心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图呢 这个老股民应该一眼能看出来 这是什么时候呢 3478 1664到3478 3478那个顶 在这时候 您发现了没有 这儿出来一根光头光脚 没有上海影 很强 的阳线 你看阳线之后出来什么 出来一根 一根什么 蜻蜓线 类似T字的线 这种线意味着什么 这种线意味着市场在犹豫 你既然那么强了 还犹豫干嘛 你看犹豫之后干嘛 他马上就走出来一个什么 一根大阴线 随后反打三阳 高位红三兵 再一个T字 再来个三只乌鸦 建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大的鼎 因此在高位出现了光头光脚的阳线 特别是大阳线 当然了这是指数 指数出现那种高位的大阳线 那相对的困难一点 但是很多个股 在高位出现那种大阳线 光头光脚阳线 跳空长阳线 甚至掌停板 为数的例子可视 可视不少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 千万不要被他骗进去 好了 那么今天的古事聊聊八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是微信连连看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信连连看 我是浩月 那么昨天呢 有近八成的观众都认为 这个大盘是涨不动了 但是今天呢 就出现了一个涨给你看的格局 全天主板上涨将近两个点 对这样的上涨格局 您是怎么看的 欢迎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那近期呢 在第一财经谈古论经官方微信中 有不少观众都在询问 那观察技术指标时 究竟要不要付全呢 在这儿浩月给大家解答一下 在观察技术指标时 通常我们选择的是前负权 您可以在图片中看到 选择向前负权 如果您在日常操作中 遇到任何的技术问题 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点击牛伞专区 牛伞问答 向我们的牛伞提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 有哪些观众的留言 那星辰说道 我不喜欢风险 所以参考葛建颖的操作提示 近两周的操作方法呢 就是高抛低吸 来回折腾 收获不错 操位还是保持了原有的状态 那看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从嘉宾这里是学到了不少的技巧 我们也希望呢 您把您的收获和心得 发送给我们 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把时间交给刘军 听你刘军又关注到 哪些精彩的留言 好 刚才我们听完美女浩月啊 她给我们介绍 确实有的这个不少的观众 从我们嘉宾这儿 确实学到了真东西了 希望您的每天注意收看我们节目 注意收听嘉宾的她的什么呢 她的内容 别光听结果 你说这个今天展员也好 老沐小看展看你 你听过程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公布 今天刚才给您留的作业 是吧 这个市场您愿意投资哪个板块 主板的46% 创业版19% 中小版35% 创业版挖地不到20% 编了 另外呢 还有朋友留言 有个叫竹尔 他说他见纸3098 握紧筹码不要被洗哦 你别洗出去 什么叫被洗啊 这有一位叫白杨敬业 他就问着这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问 如何来分辨洗盘呢 这两天拔高 他是出货呢 还是洗盘呢 首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 洗盘呢 他肯定是向下洗 他往上就洗不出去了 对啊 往上就不是洗了 对吧 二一个怎么分辨呢 第一个位子 从高位一震荡 那就不叫洗盘了 第一个一定从低位 一浪建仓 二浪洗盘 洗盘之后是主拉升 洗盘的最关键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 放量 放量拉 逐步的放量拉升 缩量洗盘 洗盘是让散户把股票抛掉 主力并不是真的把筹码卖掉 既然他没走 量怎么会出的来呢 您说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微信连连看上就到这里 广告之后就将进入我们下一个板块 明日抢先报 在听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 接下来马上进入谈股论经的下一个小板块 明日抢先报 好 欢迎你回来 那在今天这个深微大涨的前提下 明天怎么走呢 咱结合着图形结合着指标来看一看 首先还是来看一看上证综合指数的日克线 均线是多头排列的 上方的压力前期缺口 3060附近 这有个缺口 回踩时日均线后的阳线 那么今天它是什么 它是横碰均线 这时线是这样 它是怎么样 它不是这样碰的 它是横着碰着均线 横碰均线这招 这个我在以前我们的牛伞训练中讲过 我不知道参加牛伞的朋友们还记不记的 这是一个强势的买点 收复昨日的上影线 它昨天留个长上影 今天再一看那上影它就不长了 并且重新站上了五日均线 MACD红柱再次放大 KTG高位粘合钝化 它已经位置是不低了 但是它是什么呢 它也不死也不活 那是钝化了 回踩五日均线就可以做多 那么它的60分钟 均线是多头排列 短期向上突破走势 这一个箱体被突破了 MACD绿柱缩短 两线接近近差 只要你明天不一下暴跌下来 那肯定就差上了 KTG指标50附近纠缠后 纠缠两次后 金插上行 逢低做多 那么创业版我们再看 短期均线依然保持多头排列 二十日线获得支撑 长下影阳线 它是比主板弱弱 它是二十日线获得的支撑 收盘站上了短期的五日和十日均线 MACD红柱继续做的两线粘合 粘合在一起了 KTG高位死插后两线收拢 等待MACD红柱放大 以及KTG金插的买点 红柱放大什么意思 红柱放大 那就是压嘴的走势 所以现在急需再来一根阳线 才可以确定 它这个调整已然结束 创业版六十分钟 高位快速震荡走势后 突破短期均线 但均线上处于空头排列 它的均线还是空头排列了 MACD零轴附近 绿柱在缩短 KTG金插上行短期 回踩可做多 它虽然上去了 均线还是空头 MACD没金插 光是KT金插的 最快的一个指标 刚刚的金插 所以说它要震荡修复 等待这些指标走好之后 它再有可能出来 我们刚才说的那一根急需的阳线 好了 今天明日潜信报就到这里广告之后 我们和两位牛伞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看屏幕 停 恭喜屏幕上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飞科集团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 现在回来我们再跟两位牛伞再聊一聊 之前我们看到微信留言有位朋友说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是什么高抛低吸 这种操作效果很不错 确实在之前这一段 这种操作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随着短期行情的进展 我感觉是不是这种操作 它要偏中线一点 问题今天二位都看好蓝筹 另外对于后期的行情 好像看得别管看多高 时间好像拉得我 我感觉是比较长弱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种操作这种策略 是不是偏要偏中线一些 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个相对的东西 高抛低吸 我只能说 还需要多看贪固人机 因为什么 它做的肯定不少强势股 很显然它是相提正当的股票 对对对 你看这一轮的黄金股 你高抛试试看 低不了低吸不了了 抛了你吸不了 而且你拿着比你抛了 比你做高抛低吸赚的还要多 对不对 那你能做成高抛低吸的 一定和商专指数差不多的 这副德行 对吧 它肯定就是说一个相情的震荡 那么当然前期间 因为整个指数是这个状况 我也不能保证说今后指数 就一定不能不这个状况 我也并不认为指数 立即就能涨到4000年 涨到5000年 我觉得现在也没这个机会 你如果说还是在这些股票里面砸根 那还可以继续引用这种方法 但是就像我们今天说给大家提到的 有很多的股票其实已经突破了 你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军签低微联合自强技术 已经明显的在优彻了 优彻已经走出主声了 对啊 那这个时候你也许手上 可能有一部分股票比你高抛掉了 没关系 刚才我们孟老师也提过了 回一下来嘛 进去啊 那还是有机会 所以说 老孟的可能在这个高抛低吸市表 很有心得 对了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啊 我聊过一个例子 我说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 对对对 滴水穿石它不停的滴 对 也不能停了 今天滴明天不滴了 肯定穿不了 没错 必须始终作用于一个点 你今天跌这个点 滴这个点 明天滴那个点 也穿不了 所以做股票呢 我觉得也一样的道理 所以刚才那个朋友说高抛低吸 我觉得啊 他既然习惯了高抛低吸 永远走高抛低吸 不要变 就我们很多做投资朋友啊 他变 因为这个市场始终在变 对 今天是 我们现在啊 现在只说啊 底部花走出来 对吧 就像那个展说的 这波行情 底部均线联合 拉起来 下一次的行情又变了 变了 你追他 你追不上 所以股票这个世界啊 就像一个魔镜一样 不谈 不断的在迷惑你 你跟着他走 也比他转运的 对 我们只能 不变一万变 你简单点 你就坚持一个方向 始终做着一个方向 哪怕我们就像陈老军那三班府 在这里 对 温度通过 或者再次 television 电视机